其實我覺得這部電影它並不是要探討這個角色的職業 我覺得反而更多的是探討人性的部分 對 然後不管是記者 老師 運動員 每一個人在人生中都會有各式各樣的選擇題 然後就像我剛剛說的 人生就是不斷的選擇 最後要放下 不管你今天做的決定是什麼 結果的好壞你要懂得放下 放過你自己 你才能夠繼續往前走 就是你知道想要挑戰 就好像想要挑戰水中生產不打梧桐一樣 就是你喜歡逼自己 你知道嗎 其實姊姊都會照顧我們很多心情 那讓我們其實現場這個氣場都還蠻依賴她來觀照 然後這些的這樣子 然後當然有時候比較可怕不好演的戲的時候 她會唱一些歌來娛樂我們一下 唱《浪子回頭》 挪衛森林 讓人情歌 《浪子回頭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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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演成這樣之類的 你要不要把這句寫到野夏天裡面 很難耶 很難喔 也會有難倒你的事情喔 會有很多事情 我想說你不是才子 音樂才子很厲害 我沒有這樣說 你沒有這樣說 可是我這樣認為 被她嚇到 嚇到啊 嚇到啊 就好的嚇到 太熱情了 太熱情了 就是很能感受到她會在片場照顧人的那個氛圍 那兩個合作音樂的感覺是怎麼樣 就有想過她做起來的那個歌會是像這個樣子 有符合你的期待嗎 有啊 你唱得很棒 謝謝 我從來沒有幫女生寫過歌 所以我那時候寫的比較偏向我音韻 然後這次又聽說很高對不對 超高的 喔 標超高音的 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喜歡這樣 我自己是蠻喜歡的 沒有幫女生寫過 沒關係啊 反正以前我比較忠心一點啦 你下一個女性朋友也會是女生 好不好 也是女生 今天剛好跟Selina定同天過 對對對 我知道 這就是姐妹啊 你知道Selina剛剛才處理完而已 然後就換我們來 所以剛剛有去Selina那邊的舉手 在這裡 喔 你們全部都有去喔 有什麼事情要問嗎 前幾天有啊 前幾天有啊 可是有跟她男朋友一起嗎 喔 她說 她說啊不要被套話了 她有說叫我不要被套話了 我們相不多了 因為她剛剛有說她回答了 她說她什麼都不知道 那我也只能說我什麼都不知道 喔 我好聰明喔